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慧 鸟兽 鱼虫都是常见的题材 未进南北朝时期 花鸟画独立成科 随后便蓬勃发展 大加迭出 中晚堂的边鸾 善化花鸟 精妙之极 被称为花鸟画之组 花鸟画的画法有工笔 写意 兼工代写三种 工笔笔记精妙细致 色彩鲜明 写意 画风简练概括 意境飘然 兼工代写 则兼有二者所长 黄泉的写生真琴图 细笔勾勒了二十四种动物 鸟的语式 鬼的背甲 虫的触须 工整写实 一丝不苟 徐熙的雪竹图 竹节挺拔 境界幽深 黄泉之画细腻华丽 套着富贵之气 徐熙笔下则落寞失财 却也率性豪迈 后人称之为黄徐一体 画家笔下的花鸟鱼虫寄托的是人和自然生物的审美关系 梅的傲雪 蓝的青雅 竹的挺拔 橘的凌霜 无一不是中国文人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